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将偷情这个题目放入梦境里面 而偷情这个题目有两个状况的人 你可以check in 一下自己 有一类就是不偷情的人都会发偷情的梦 另一类就是本身有偷情的人 将他梦境里面好像同现实一转放进去 有偷情的人为什么会再发偷情的梦呢 第一你要check的就是和现实生活你偷情的状况有没有不一样呢 其实有没有不一样也好呢 都很大机会给一个警告你 这个警告就是说 告诉你其实你已经很有内疚感 亦都在偷情这件事上面觉得自己做得很错 这个很严重的内疚感 会不停在梦里好像骚扰你 而这个不停发的一个偷情的梦会令到你困扰 因为你发觉现实生活已经是做这件事很鬼鬼祟祟 但梦里面又继续提醒了你做了一些错事 所以也是时候你自己检讨一下这段情 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你会不会给你严重的内疚感去侵食你的生活 令到你不喜欢自己 或者觉得自己的自我形象不是那么好 又或者是其实这段情有个signal给你听 可能是时候完的了 那好了 不偷情的朋友在梦里面偷情 特别是有些女生会很大反应的 她醒了会说 没有理由的 我很爱我男朋友 很喜欢我丈夫 我和他新婚 我没有理由会喜欢另一个男生的 现实生活的内容和梦境有时会脱钩的 好像这些情况这样 那你就要有两个check point 第一个就是你留意下 你梦里面的偷情对象 跟你的先生 或者男朋友 或者是男事发的话 就查一下他的女朋友 有什么分别 分别上包括造型 包括他谈吐 行为表现 和他的性格特质 如果这些都跟他以前 或者现实上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要留意下你和他的感情关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偷情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梦里面的小三 是跟你当年拍拖 或者你觉得 我先生以前追我 是这样的 即是你现在对他很多不满 即是你现在很不满 以他很多东西 包括刚才那些特质 你就要check in 一下自己的关系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梦里面要找多个人 好像他来陪自己 你现实是否和他喊大架 还是你和他冷战 还是你有些东西不满 你不出声 都会导致你做偷情的梦 另外还有一类型的偷情梦 就是你和小三 你要check point 第二个位置 就是check下 究竟你们去做些什么 看戏还是不是看戏 都不是重点 可能是你们偷偷摸摸 你偷偷摸摸的地点很重要 还有偷偷摸摸的内容都很重要 还有没有被人揭发 因为可能说的 未必是关你感情事 可能是说工作 或者一些 你的个人生活里面的状况 那个状况只不过是告诉你 你有些秘密 你觉得自己偷了别人 或者有些东西不见得光 那不见得光的东西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用偷情这个状况 隐藏在你的床边 那就是摆在你的梦境里 那如果是偷了别人隔离部门的project 偷偷地很想自己拿来做 这些case都会有一些压力 令到你在梦里面 可能用偷情这个状况 去表达那个现实的感觉 那你说 如果我发了些偷情梦 那怎么处理呢 那当然 代表你现实生活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能要和你的伴侣沟通 可能要处理你的第三者关系 那三个关系可能要完结 或者是否会帮他做出你的正室呢 又或者是你工作 或者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问题 你真的要去解决 那你就不会再发偷情的梦 然后就会发洁